嘿,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千云 今天与你分享我最近读完以及正在读的那些书里头 所收集到的很棒的金句与段落 首先是来自《带壳的牡丽是大人的心脏》 一本非常可爱疗愈的绘本 原来,用坚硬的石头,棍棒,怎么砸都砸不碎的牡丽 用一把小刀就可以轻松地打开 看起来坚强的,坚硬的 似乎从来都不会难过的我的妈妈 其实拥有和牡丽一样的缝隙 那些拥挤在车站,拖着行李 睡在车厢的地板上 疲惫的,粗鲁的,背井离乡的大人们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脆弱的人 带壳的牡丽是大人的心脏 以前我觉得,爱自己就是给自己买冰淇淋 但是现在我觉得,爱自己 是不讨厌自己的小肚子 不讨厌自己的痘痘 不讨厌自己的笨 不因为别人的指责怀疑自己 永远相信自己 每天都对自己说 你可以,你最棒 就算现在不棒 以后也会很棒 来自卖本三部的喜爱之物 又一,卖本三部喜欢什么 这本温馨的日式小说里的文字 大学时代确实很好 但就像之前吃过的巧克力蛋糕一样 当时的味道已经不在舌尖上了 如果想再回味那种味道 就只能再去买来吃 而能完成这个信愿的 只能是活在今天的自己 因为想吃的是当下的自己 今天也只能向前进 否则无法去体会 今天之后的各种美好 三部喜欢听朋友说 有关工作的事情 喜欢那个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 边听边想象着 就好像是在读一本小说 接下来是来自我们做些什么 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这本生活水笔集 我非常喜欢作者的文笔哦 如果用甜食的口感来形容他的文字 那就是甜而不腻吧 其实世界上哪里有最好的茶 只有一个人最喜欢的茶 独行是欢愉的 那一刻的心情无人能懂 也不在乎是否有人懂 独自行走的时候 最能找到自己 总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点时间 去观照自己 做点最简单的事情 街 公园 巷道 天桥 人群接踵 流光浮影 呼吸 与被吹动的头发 在路边的玻璃窗 照见自己 如果因为什么事 而纠结不堪 出去走走 也就放下了 怎样让自己 活得轻松 首先 先给身体 减轻负担 吃八分饱 少吃油腻 让身体轻松 不胡思乱想 睡觉清甜 即便有钱 也不买大房子 只开小排辆车子 这样衣食有余 心里不慌 做自己最轻松 知道什么样的 做自己是最美 不活在别人的标准之中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不敢潮流 欲望就不强 接受他人的关心和爱 自然而然的爱别人 不刻意冷漠 也不过分热情 不承诺做不到的事情 心理上没有负担 有多少钱 过什么样的日子 不欠债 才心安 脚踏实地的生活 不妄想 不强求 坦然过好每一天 在复杂的世界 做一个简单的人 被大家称作科技预言家的凯文凯利 在68岁生日那天 决定给刚成年的子女一些人生建议 以下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几项建议 来自宝贵的人生建议这本书 对一个东西最好的批评 是做出新东西来替代它 大量阅读历史 你就会明白 过去发生过多少怪事 这样对于未来的怪事 你将见怪不怪 多任务操作是一个迷思 走路、跑步、骑自行车或开车时 不要发信息 烧停片刻没关系 没有人会因为这一分钟忘记你 新想法产生五分钟后 就会从你的头脑中消失 利用这五分钟的时间 及时行动 智者说 在说话之前 让你的话经过三道门 在第一道门 问 这是真的吗 在第二道门 问 是必须说的吗 在第三道门 问 是出自善意的吗 不要着急 着急时 你更容易被欺骗 或者被操纵 宽恕 就是接受那个你永远都得不到的道歉 要培养一种习惯 把你的习惯语言 从 我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变成 我做还是不做 这样你就转移了重心 从摇摆不定的选择 转移到了拥有坚定的自我 接下来是 重新开始 达赖喇嘛与大熊猫的寻觅答案之旅 这本图文书 画风是我很喜欢的类型 而故事呢 是关于 人类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 一年当中 只有两天 什么事都不能做 一个叫做昨天 一个叫做明天 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 适合去爱 去相信 去行动 最重要的是 积极生活 去帮助他人 佛陀出生时 他的母亲 依靠着一棵树 获得支撑力量 生下了他 悟道时 他坐在一棵树下 过世时 一有树木 在他的头顶上 亲眼见证 他们说 在天界 树木 会散发出 佛陀的祝福 人类是唯一一个 有能力摧毁 我们眼前这个地球的物种 然而 如果我们有本事摧毁地球 一定也有能力保护它 再来是一本 有一点励志 有一点颓废 但无比的幽默 万分的可爱的一本水笔集 那是一位韩国作家所写的 虽然会胖 还是想吃完炸鸡再睡 我只是决定接受 把现在这个瞬间的我 当做到目前为止 我一路活过来的结果 与其避开 不如坦然地接受 这就是我的事实 接下来是 李子小姐与自己相处这本小说 故事开头是一只猫 带着一位陷入人生低潮的白领 出发寻找自我的奇幻之旅 从一个魔幻色彩的故事 来叙述心理学知识 很特别的一本书 每当压力巨大 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自己 我不是我的想法 我的心声不是我的主人 自信是我的权利 我要无条件地支持自己 距离不一定产生美 但距离一定可以产生清醒 我终于明白 人对自己的发现 不是通过有 而是通过无 如果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多 就总是被那些东西所蒙蔽 以为那就是真实的自己 但只有脱离了那些 自认为必要的装点与诱惑 简简单单与自己相处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的真相 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以上这几本书 都是些相当不错 也很有趣的书 目前闲暇时 断断续续在看的小说 是莫言 仅用43天写完的生死疲劳 这本书还令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知道你看过这本小说吗 故事说的是一个大地主西门奥 一路轮回转世了几次 变成驴、牛、猪、狗、猴 最后转世为一个大头婴儿 滔滔不绝地对人讲述自己每一世的经历 故事情节虽然看似荒诞、奇幻 还有点露骨 但诉说的却是人生百态 悲欢离合以及时代的变迁 你现在在读哪本书呢? 欢迎留言与我分享 愿你一切安好、生活自在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